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油人AI技术学堂 Ploom AI是一款功能强大 而且用途多样的一个AI工具 可以说它几乎适合所有的人 如果你要做设计 那么这里面你可以用它来做设计 如果说你要用AI绘图 那你也同样可以用提示鱼来生成图片 那么你还可以做一些创意 也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照片转线稿 对于电商朋友们来说 这个背景生成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工具 对于做服装的人来说 这个AI超模你肯定用得上 那还有一些文字logo效果 那么这些小油之前的一期视频都给大家讲过 在这里有一个专门介绍Ploom AI的几个重要功能 那今天小油有两个重要的一个功能给大家讲解 也是我们很多朋友感兴趣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一个图声视频和一个文声视频 如果说你想把它用来做视频的话 那么这个非常的适合你 那刚进来的朋友们没有订阅小油频道了 可以订阅一下 你还可以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因为它里面确实功能太强大了 小油在这里也是强烈推荐 大家来尝试里面它的各个功能 那并且新手朋友进来注册 他还可以免费试用 那这里一个注册链接我会放在描述栏 大家可以打开跟着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上面的功能我就不再多说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我的这一期视频 这里呢我也会把一个链接来放在描述栏和右上角 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文声视频和一个图声视频 你可以用这两个工具来轻松的创建一些动画视频 那在这个视频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些呢全都是用Promayi生成的 它有一个文声视频 那可以通过文本生成视频 也可以通过图片生成视频 可以看一下这些视频的一个质量 简直真的太棒了 那么通过这个工具呢 你也可以制作出引人注目的一些视觉效果 做出非常棒的一些视频出来 那这个工具呢对一个内容创作者 或者说设计师 AI爱好者来说呢 这真的是一款非常宝贵的工具 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 打开描述栏的一个链接 跟着小鱼一起来操作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先创建一个免费的用户 并且进行一个登录 在这里呢你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 这里有个登录注册 Promayi呢还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优点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语言 如果说你英文不好的话 你可以直接选择像小鱼这样 选择一个简体中文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语言 接下来呢我们就点击这个登录注册 这里呢你可以通过Google邮箱进行登录 也可以通过你的一个Email登录 这里呢我就直接用一个谷歌邮箱登录 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谷歌邮箱呢 大家可以去申请一下 你也可以通过一些 那你也可以通过一些解码平台呢 来进行一个验证 那之前小鱼的这期视频里面 有讲一个怎么样去注册一个账号啊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你要登录很多网站 APP呢都需要一个谷歌邮箱啊 所以呢大家可以先去注册一下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登录 那登录好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进来 这里呢我们把它关掉 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来 这里就是它的一个首页 那这个AI工具呢 它非常的全面 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功能 大家可以在左侧栏这边呢 可以看一下它的所有的功能都在这边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一个 图声视频纹声视频 所以我们的重点呢就在这里 目前呢这两个工具呢 还在处于一个测试阶段 所以我们呢可以进行一个尝试 首先呢我们先点一个纹声视频 这里我们点开 你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里呢市里面很多人呢 已经使用这个AI工具呢 来生成了这样的一些视频 那刚才呢也给大家播放了两个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看一个 那么再看一个真实风格的 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然后你真的你看 看它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效果 细节真的非常的丰富 你看这个头发轻微的飘动 动作也非常的流畅 很少有这种文本到视频的模型呢 能生成这么高质量的一个视频 OK把鼠标呢回到最上面呢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那这里呢我们给它一个提示语 非常的简单 我这给了一个简单的提示语 一个美丽女孩走在街上 是一个现实版的 这里我们就把它输入到这个里面 下面呢你就能看到 在这里呢有一个摄影通用 那然后在下面呢你就能看到 这里呢它出现了一个风格的 一个一些选项 比如说一个摄影 那这里呢是一个自然 还有一个电影 还有一个商业 还有一个幻想 还有一个科幻的 这我们就可以选一个自然的 那可以看到它的后面呢 还有一些即时摄影 时尚摄影 还有一些艺术摄影 黑白摄影等等 它的风格真的非常的多元化 这里呢我们就选第一个自然 那第二个还有一个概念艺术 这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幻想 还有科幻 还有一些日常 那这里我们就选一个日常 包括这里还有一个油彩的 还有一个涂鸦的 那第三个呢还有一个插画 这我们就选择一个写实的一个 后面呢还有抽象幻想 还有美式的 日式的 紫本的 史亮的 复古的 还有黑白的 我真的这也太全了吧 那接下来呢 那看还有一个艺术 这里的艺术啊有 有1234啊 各种艺术 那这还有一个古典油画 下面的呢我就没选啊 让它默认就好了 接下来呢 这里回到鼠标 回到最下面 这里有个尺寸选择 那这里呢 我们就选一个16比9 那这里有9比16 还有7比5啊 1比1 4比5等等啊 这里的尺寸选择也非常的多 可以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那接下来这个运动呢 我们就可以 默认情况下运动服务 可以看到它给的一个提示啊 默认情况下呢 运动幅度设为高 而对于人物动物等 主体的移动 可以选择低 那这里我们就不更改它啊 就直接选这个高 那接下来 点击生成 这里可以看到 生成这一个视频呢 需要两个金币 啊 我们每个新手朋友进来了 他是有默认给我们送20个金币 那这里呢 我已经用了两个金币啊 可以看到我这里呢 还有18个金币 那么呢 这下面呢 尤其每月呢 它会有10个金币赠送 视频已经生成了啊 我这里看了一下 大概用了两分钟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啊 这个视频就生成好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它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视频 这点击给大家放大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美女呢 完全是没有问题啊 后面呢会稍微有点模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使用同样的提示语 那创建一个新视频 那这一次呢 我会选择一个不一样的风格 提示语呢 在这里呢 我们不变 那鼠标回到下面呢 那这里的一个概念艺术啊 它就会跳出来这一个选择 那么这里摄影呢 我们选择一个 刚才选择是一个自然 这次我们选择一个商业 我们选择一个电影 概念艺术这里的话 我们选择一个日常13 那么比例呢 还是16比9 那这个动态呢 我们还是给它保持在一个 保持在一个高的一个幅度 那接下来我们点击生成 这一次我们改变了风格啊 很明显它的风格变化很大 那这是原本的一个真实风格啊 现在这个风格有所变化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美女在大街上走 那这个呢 效果非常不错 有那种走的感觉 这一次就非常的成功啊 后面的人呢 他没有抹肤也没有变形 而且他走的幅度很大 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他一个新的提示语 那这儿呢 我写了一个 雪地里有一个小木屋 里面亮着灯 雪地里面呢 有一个小木屋 我们来看深层看一下 我们这里同样要选择一个摄影 那么这里呢 摄影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幻想 概念这里 我们看一下 那就一个幻想 16 在插画我们选一个 我们这里就随意选一个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尺寸还是16比9 这个运动 运动这里我们还是选一个高 那接下来我们深层看一下 已经深层好了 看起来不错哟 给大家看一下 雪地里面的小木屋 里面还亮着灯 那这是我给的提示语 真的太棒了 天上呢 还有点点星光啊 这些雪啊 这个细节 那如果说你想做一些睡眠视频 那么这个真的非常的适合你啊 你只需要把这个视频呢 给它复制延长就OK了 那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尝试一个 那如果说你想要这个提示语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这里呢 我们继续 这里摄影的话 我选择这个 下面呢 就默认 比例还是16比9 我们这里就不管它 直接点深层 那如果有新进来的朋友呢 记得订阅一下小鱼儿的频道 我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分享新的一些视频 更加的 效果更加的好 这里 我们先不播 先不 我们先不看这个视频 那就光这个细节就已经非常的到位了 那我给它的提示语就是 紫色葡萄 加一个紫色背景 那还有一个液体 还有一个溅水的一个效果 真的 这个 这个效果真的太棒了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水已经溅起来了 这一串葡萄 制作的非常的完美 这个动图 水花事件的一个动画效果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那这里呢 我们鼠标直接点击这个视频 我们直接把鼠标移上去就能看到 那这里呢 有一个三个点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删除 下面呢 你可以再创作这个视频 你可以经过这个视频呢 再进行一个二次创作 那你可以再编辑这个视频 比如说啊 你可以看到编辑它的时候 你可以高清放大 你可以图生视频 你这里还可以涂抹替换 抠图去背景 这里面这些功能 你都可以去尝试 那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点击 这个三个点旁边 有一个下载 第一个呢 我们没有升级 没有购买会员 免费用户的话 我们就只能选择第一个 点击这一个下载 那如果说你要商用 或者说想用它真正来赚更多的一个钱的话 那么你可以后期可以考虑一个商用 可以把它可以购买一个订阅计划 那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下载 真的太漂亮了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下载了我们电脑里面了 那这个视频的时长 我们可以点开 这里大概看一下 它的时长是4秒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下面是有一个水印了 但是呢 也没有关系很多视频去水印的一些工具 轻松就可以把它去除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生视频 那回到左侧呢 你可以看到在纹生视频的上面 有一个图生视频 我们点一下 那接下来你就看到 在右边这里呢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界面 那同样呢 下面呢 他们也创建了很多一些好的视频 我这里播放一两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产品图 一个展示的效果 非常的不错 美女视频我们看一下 非常的自然 这个是一个卡通的 运镜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亲自演示一下看 那么这里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加号 上传你的一个图片 这就点击我制作的一个动漫的一个图片 图片点进来之后呢 这下面呢 它就非常的简洁了 只有你可以选择一个运动 一个高或者低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两种都给大家尝试一下吧 我先选一个低 把这里开始生成 那已经好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也就差不多等了一分多钟 我们点击看一下 它还有一个对比啊 非常的贴心啊 这个效果真的不错呀 你要做一个动漫小说的话 这个 就这种动图就已经 非常的完美了 你就放到你的视频里面去 这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很顺畅啊 很湿滑 那这个呢 是一个选择了一个运动低 那接下来 我们选择一个运动高的尝试一下 那还是这张图片 我们把这个运动给它调到高 主要是想看一下它会不会变形 OK已经生成好了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的天哪 这个效果真的惊艳到我了 它的运动方式不一样啊 刚才是从上往下 现在呢 是从右往左 如果你平时需要制作一些动图的话 那你真的可以用这个 普洛梅艾来做一下 效果真的非常的棒 可以看对比一下 这个呢 是一个图片 那它真的帮我们制作出了一个 四秒的一个动图 我觉得比起之前的一个one way 操作起来更简单啊 我们只需要给它一张图片 那one way的话 你还要那样调整 调整不好 那就整个图片都变形 那这个完全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发现这个图生 视频的这个功能真的更好 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啊 这里链接呢 在描述栏 而且呢 现在还是免费的啊 你的你的20个积分 可以看到我已经制作了好几个视频 效果真的太好了 那接下来我再试一下 那这里呢 我把这个视频先保存下来 你可以看到 它的历史记录的保存期限只有30天 如果说你过了这个时间 可能你就保存不下来了 我们这里先保存 那这里我们用这张图片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能让水溅起来 这个运动我就调到高吧 OK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效果真的太棒了吧 水花事件啊 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电商 那这个真的也非常的适合你啊 那么这个纹身视频和这个图身视频的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惊艳了 整整出来的效果真的大大的超过了很多AI工具 强烈的建议大家来尝试一下 那这里呢 我再次温馨提示一下 你下载好的视频记得一定要保存了 因为它只能给你保存30天 那不像其他的一些AI工具 那它可能一直存在啊 30天过后了 你这个就没有了 一定要保存 那这里呢 可能很多朋友还在想 那么它只有20个积分 那可以看到小鱼做了这么多图身视频 文身视频 那还剩下6个积分 那也不能叫积分啊 这里它是叫金币 那还剩下6个金币 如果说你要想获得更多的一个金币 可以点击右下角 这里有个像礼盒一样的 我们打开 这里呢 是你的一个推荐链接 那么你可以复制这个链接来 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那或者说呢 你可以分享到一些 Facebook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 那他们注册之后呢 你能 你就能获得一个金币 那么每推荐一个人 就会获得10个金币 每天呢 限制最多100个 那你就可能有 源源不断 用不完的一个金币 这里它也说了 你获得的金币呢 不会过期 而且你获得的数量呢 也没有限制 那么你只要有能力 你可以获得非常多的一个金币 那有了金币之后 你想做多少视频 或者说你想生成多少图片 想使用里面的功能 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它 文本生成图片的一个效果呢 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里可以看到 直接把提示语输入到下面 某些时候 比如说你想 汇了个一两张图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它来做 也不用等待 分分钟 几秒钟呢 它就能帮你画出来一张图 所以呢 强烈建议大家呢 可以注册一个这样的账号 哪怕你 每月的一个20金币 用完了也没有关系 下个月的时候呢 它还有10个金币呢 打到你的账户 同时呢 如果说 那你可以更换你的一个 谷歌账号 那你还可以获得一个 免费的一个金币 OK 今天的小鱼儿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也希望呢 你能从这个视频中呢 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如果说 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 那么我希望你把 这个视频呢 分享给你身边 有需要的朋友 并且来订阅 点赞 开启小铃铛 那这样呢 你就不会错过 我的每一期视频 可能很多小伙伴呢 都迫不及待想要尝试了 描述栏呢 有链接 那大家可以去尽情的尝试 OK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